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西游记忆处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。 在原著中,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无往不利,无论是老鼠精变的美女,还是白骨精变的老索,又或者是大鹏精的小西天和佛祖,都在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面前,纷纷失笑。 但孙悟空却也有失误的时候,比如牛魔王变换成了猪八戒,而孙悟空却没有看出来,让牛魔王将其变走,孙悟空变小,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,然后借此威逼铁扇公主,让她将八交扇交出来,铁扇公主遭不住,只好交出了八交扇。 牛魔王来和孙悟空讨要,但奈何打不过有八交扇的孙悟空,就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,脸去了自身的气息,然后成功变取了八交扇,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脸去了自身的气息。 牛魔王曾是孙悟空的结拜大哥,自然对孙悟空的能力非常熟悉,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并不是能够看透事物本质,而是看的是笼罩在人身上的那团气。 所以每回孙悟空碰到妖怪时,都会大喊,有妖气,这个妖气并不是温出来的,而是看出来的,除了妖气,孙悟空也能够看到锐气。 唐僧在去西天取经时,经过凌云洞,孙悟空看到笼罩在唐僧头上的祥云锐气,越来越大,遮蔽了半个天边,孙悟空兴奋地说道,啊,好啊,果然如此,因为唐僧是金蝉子转世,做了时事和尚,干了时事的好事,自然有此相锐知己。 这火眼金经虽然神奇,但有其致命的弱点,第一个就是怕烟雾,这也是当年在炼丹卢中,留下的后遗症,红孩和孙悟空大战时,红孩一把三昧真果,烧得孙悟空睁不开眼睛,孙悟空慌忙败退,无奈之下,只好前去请来了观音菩萨,才将红孩收复,第二点就是这火眼金经并不是常开的, 而是需要孙悟空控制的,看过电视剧的都知道,孙悟空每次使用火眼金经,都会从眼中闪出金光,这就是孙悟空打开了火眼金经,孙悟空之所以被牛魔王变去发交战,他也自己承认,是自己一时大意,所以没有发现是牛魔王所必,第三点就是容易被干扰,孙悟空与魁慕狼变的黄袍怪大战, 将其打伤,魁慕狼变回原形逃跑了,孙悟空开启火眼金经,竟没有发现魁慕狼留下的妖气,圆珠中也说出了原因,那魁慕狼知道孙悟空的能力,所以藏在了山线里,借助那里的云气,隐去了自身的妖气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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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